好 这时候我们来进俄罗斯看看乌俄战争第二年 中国跟俄罗斯越走越近 这次习近平进了俄罗斯 周二跟普京签署了两份联合声明 这声明里面一方面是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 另外一方面当然是役后恢复经济 他们都需要更多的经贸合作 普京是公开表明他要协助中资企业 取代欧美的企业到俄国投资 同时要计划加速输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工作 好让中国取代欧洲成为俄罗斯天然气最重要的客户 不过各界最关注的关于俄乌战争 这次习近平当了什么样的说客 那么可以达到他口中所说的指争指战 那么这一次的普京跟习近平的会面 在这一点的进展可以说是毫无进展 干杯 清脆的碰杯声见证了中国大陆与俄罗斯 这两个集权国家合作更进一步 除了生化伙伴关系 经济合作也持续加强 普京在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上 公开喊出要协助中资企业到俄罗斯投资 为了让中国能尽快取代欧洲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客户 普京还迫不及待的宣告 从俄罗斯经蒙古到中国的西伯利亚 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 所有协议都已经完成 希望到2030年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 可以从当前620亿立方公尺上升到每年980亿立方公尺 此外双方还同意提升本币结算的比重 这除了是因应俄罗斯银行遭西方世界逐出SWIFT支付系统之外 更是为了配合北京当局致力推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至于外界最关注的乌尔议题 我们也会提升本来的情况 当然我们没有关注的情况在香港 我们相信很多的关注在中国的关注 是维持着俄罗斯的讨论 和可以被取得到一路平均的基地 习近平重谈劝和促谈老调 却只字不提乌克兰根据联合国宪章 所拥有的领土与主权要如何维护 普钦则声称支持北京所提出 以平火为主轴的和平方案 反控乌克兰与美国还没有做好和谈准备 但马上遭美方打脸 乌克兰虽然认可中方的和平呼声 但强调任何和平计划都必须与俄罗斯军队 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为前提 而在基辅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泽伦斯基 更呼吁北京加入乌克兰的和平方案 在这场危期三天 北京当局所声称的和平之旅中 普钦以最高规格接待习近平 双方先后展开两回合 总计八个多小时的会谈 签署两份联合声明 并共进国宴晚餐 习近平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 普钦更殷勤相送 两人还计划共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 普钦如此急切地想要与习近平建立超级紧密的关系 除了与当前主要仰赖北京提供经济输血 来应应战场上的需要 并且试图挣脱国际制裁的封锁 更重要的恐怕还有这个 俄罗斯当前不论是人力财力或战力 都在乌克兰战场上快速消耗 而且难以得到补充 习近平这个好朋友 因此成为普钦在关键时刻的救命稻草 而北约与美国则是再次高分被警告北京 不要跨越军援俄罗斯的红线 学者更坦言习近平与普钦 除了在反对美国与西方社会所建构的国际秩序上 能有共同语言 两人面对自身国家利益 反而有所冲突 就连俄罗斯名嘴都在节目上大声疾呼 中国只有一个盟友 那就是中国自己 中国只有一种利益 那就是亲中国的利益 让这场由习近平与普钦 共同主演的友谊与和平大戏 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